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他们这种大城市 什么条件的人没见过呀 像我这么普通的对不对 有一个上海的阿姨很喜欢我 也是对我很好 把我当自己闺女一样 奶奶也喜欢你 我也讨奶奶喜欢 我也喜欢老奶奶 真的 老奶奶我也喜欢 就是我对老年人 我是很有耐心 我在家里面 我们家的小朋友 很少和我爷爷奶奶聊天 他们都觉得 老年人话太多了 但是我就觉得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就 见我的时候啊就感觉 有可能有一年 没和我说话了很多心灵幻想 跟我说一样 每次见我就说不完的话 很多很多 家里发生的点点滴滴 操心了一些事情 可能没人听他们诉说 每一次回去 我都要听他们聊好久 他说什么我马上就大什么 怪了啊 怪了啊家人对不对 关注你一年了 真的呀 谢谢啊 走走走 你怎么说 哎呀就是 我怎么说什么 我说 这不是夏天的吗 怎么呀 又里面 又里面不得 我跟你 你先问你 你先问你 这里面不得不得人 先问 去去去去去 你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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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啊 她们放假了 有一个考上高中了 我有一个妹妹考上高中了 然后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们那里的话 没考上高中 就只能去读职高 我都脸红了 她一直说我 她说她考上高中 我给全世界的人都在说 我们那里面没有考上高中的话 就真的 就只能去读职高 就没有机会去读一些大学 哎呀 前几天我妹妹成绩没出来的时候 我 我都是紧张的不得了 那天夜总生日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 来个消息说考上高中了 天哪 每个的故事 都喜欢你的存补和善良 谢谢啊 感谢阿姨 我的亲妹妹吗 怎么说呢 有一个是我的妈妈的亲妹妹的女儿 现在多少岁 多少岁了 四路有一个16岁 旁边这个在读大学 读的是什么专业啊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然后这个妹妹是20岁 然后再读行政管理 二十岁左右啊 然后再读行政管理 二十岁左右啊 这个这个妹妹的话 因为我爸妈分开了之后 然后我的父口就跟着我的 舅舅家知道吧 他只有这一个女儿 他在读大学行政管理 我们家里面好的一点啊 就是 条件不管再怎么差 全部都在读书 你算几姊妹里面大的了吗 我大姨妈 我的大姨妈有两个女儿 她们两个都考上了公务员 是不是 大姨妈有两个女儿 考上了公务员 然后 我妈妈她们妻子妹啊 给你们说一下 大姨妈 我妈妈是老三 大姨妈家有两个女儿 都考上公务员 二姨妈家生了三个 我有两个哥哥是当兵的 都当了十二年 两个哥哥都当了十二年 有一个当的是空降兵 然后 现在是她得了三等功 十二年 有个哥哥 然后二姨妈的女儿 现在刚刚结婚 然后我就是老三 老三家的 我妈妈就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老四家 老四就是我这个舅舅 这个视频里面那个舅舅 你记不记得家人们 我跟你们说实话 视频里面这个舅舅 然后就是老四 老四她有一个大女儿 现在在读大学 也读的是行政管理 然后她有两个儿子 有个儿子 两个都是我的弟弟 很小 老五是我的姨妈 我的姨妈她有一个女儿 是老来德女 就是我的姨妈之前 就是 我的 就是这个老五 我的这个姨妈 她是四十多少岁 四十多少岁啊 四十二四十三 才生了一个妹妹 现在在上幼儿园 然后 老六是我的小舅舅 小舅舅家也是三个 三个 生了三个 然后 大的那个女儿 现在在读妇室 护士 现在考上护士证了 孩子些都很争气 然后 考上护士证 然后 现在 刚刚考上 也准备考工作 然后 她还有一个弟弟 现在和我这个妹妹一样 刚考上高中 还有一个妹妹 现在在读小学 然后 老七 老七家只有一个女儿 就是现在这个 在这边玩 四十 哎呦 你不要 我故意把她关起来 这个就是老七家的女儿 知道吧 这儿吗 就没有了 我们一家就是这样的 就是简简单单 全部都在上学 我们家 虽然条件啊 就是 我们都是 我们在 我们家里面 我一家人 我们都是在上面嘛 在老家 监造的很详细 但是全部都是 家里很严格 可能因为生活条件的原因 他们都不想让我们吃苦 全部都在读书 两个姐姐现在已经工作了 现在就差我 我是稍微大一点的 结婚身子 现在马上就有可能 该我 结婚了 就是这样的 你爸爸家呢 我爸爸家更多人 非常多 不是 不是 是我 啥子 是太阳子是鬼 哈哈 她的毛是不是打结了 你摸一摸 要打她 真 打结了 结了吗 不能结 好久待会去 我给你吓死了 不知道 再吃一个 我吃了七个饺子了 家里妈 我吃了七个饺子了 我喜欢你 是吗 猜猜我看东西 她手香比我可 她在这 我妈妈为什么只剩我一个 你 你肯定是心粉 你说这句话 只能代表你是心粉 所以我不说了 你妈一个 你根本没过 那个山座里面有毛衣 我爸妈分开之后 我就很少和我爸爸他们那边 我说实话 我不说假话的 我确实我爸 确确实实是我爸妈分开了 之后我很少和我爸爸他们那边的人 有过很亲密的 一直每年来往 这些 没有这么 除了我自己的父亲 就其他可能没有 我说实话就是 就没有这么密集的来往 所以我不知道 知道吧 我真不知道 我知道肯定给你们说 我知道 我的 知道的都给你们说呀 因为你们都是很关注我 肯定关心我的一切 所以我知道的信息 我跟你们说 我不知道的我也没办法 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有什么说什么了 因为我 哎呀我真的不想说这些 因为我父亲 其实他对我 妈妈以前 对我们都很好的 但是我们是 我是少数民族 可能有的人体会不到 可以压我 我们家里面有点重男轻女的 所以的话就是 可能 我爸爸有他的压力 知道吧 我从不为难他 我觉得他现在过得挺幸福的 就好了 知道吧 每个人一生就只一个父母亲 他们都是我们的长辈 我觉得 最起码的尊重 就是尊重他们彼此 在一起也是幸福 分开也是幸福 我小的时候 我父亲也是对我很好的 只是在长大 长大了之后 就是他们分开了 但是现在我和我父亲也有联系 就是可能他的 他的兄弟那些 我们很少有联系这些 但是自己的父亲的话 还是有联络的 就是过节呀 这些我还是会 就是过节呀 这些我都会关心著 毕竟我父亲他年纪也不小了 我也希望他健康长明百岁 就是家里的所有人都健康长明百岁 知道吧 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呀 家人们 我们那边可能有的家庭就是这样的 重男轻女 我是女的 我是女的 我是女生 小姨这么说 女生 我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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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男生 对 所以重男轻女 我是女生 我不是男生 这没法改变的 女生 姑娘好诚实呀 我也没有必要就是 装自己就是说家里多少多少 家里几 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说出来 这就是我的一些经历和自己的一个生活环境 对不对 如果 我觉得挺好的 他们给予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 对不对 我给予了我一些健康的身体 我这辈子 我还是想 就是争一口气 让自己的父母 就是 过上更好的生活 让我的父母 他们有一些 更好的就是 可以成为父母亲的骄傲 他们给予了我生命 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了 所以的话 所以就是 我觉得 家里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对不对 因为我还不是要靠自己啊 人成年之后 你哪怕你 你家里有一座金山银山 那也不是你的 那是你父母的 所以可能有的 可能就是 自己会 在一种很好的环境 如果不努力的话 你也没用 因为你父母亲的金山银山 都不是你的 也不是你努力得来的 所以 还是 凡事要靠自己 你自己努力 你自己成大事 你自己有出息 比什么都重要 你父母亲的 永远是你父母亲 对不对 家人们 你们说呢 靠叶总 我吗 那有他 有他在身边 是我的荣幸呀 知道吧 有他是我的荣幸 身边有人 爱护者 也是我的幸福 那有这么多人 爱爱护着我 那也是我的幸福呀 对不对 家人们 心态好 决定 一切都好 今天也太懂事了 谢谢啊 谢谢这个阿姨 谢谢你哦 对我们把小赞赞在晚上点一点 点 点到 大家不用送礼物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都不用送礼物 点点小赞赞 这是最大的鼓励了啊 点点小赞赞 这是最大的鼓励 心态决定秘密 对对对对对 我也觉得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啊 我说给家人们聊天 吃吃饺子 十个我吃了七个了啊 刚刚我开直播的时候叶总说来接我 我都没去 真的 家人们 我还是选择和你们聊天 开了一下直播 一不小心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只有靠自己 才是完到 要把十个都吃完 哇这个评论太多了 我看不过来了 真的看不过来了 家人们 看不过来了 吃一个饺子 吃了八个了啊 从自己的肉汁的黑粉说过 我没有黑粉的 我没有黑粉 我没有黑粉 在我眼里面 我都看不见黑粉 哈哈 吃了八个了 不吃了家人们 抽到一块钱的洗发水了 搜到了 谢谢 谢谢啊 感谢你的支持 开心就好 酸菜鱼 大家买了都觉得好吃 现在让我上 我上不了 我现在抖音 我在抖音呢 我在看家人们的 评论啊 评论 谢谢啊 感谢大家的回馈 我最近每天都给你们直播 行不行 我明天也给你们直播 我现在叶总她刚才一直叫我 她估计她等我 我明天也给你们直播 然后她等我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和你们聊天 聊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怕她找不到我 谢谢啊 你们也记得不要太想我了哟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听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一下子